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点,我现在呢在辽宁的丹东,也是这次导着这个边境线331国道一直在往上走 我沿着331国道往上走呢,也是在沿着咱们中国的牙绿江一直在往上走 看我窗户外面,我外面这条河,这个江就是鸦绿江 昨天在路上见到了一个我现在住的这个村子 这个村子里边好多的些村民开了有好多的这种客栈,直接就是在鸦绿江江边的 所以打开窗户就能看到这些江边,而且还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能住上一天 所以呢,昨天就在这个客栈里边休息了一天 修整该修整,出发还得出发 之前从河南老家到山东走得很快 那这次从山东再走东北的话,感觉这次走的好慢 所以我的行程必须要稍微加快一点 从河南老家到山东走嘛 都轻松了 这个村子里边 很多的开的都是这种农家院 能吃饭能住宿 价格的话 住宿便宜点 吃饭稍微 吃饭一般吧 不能算贵 毕竟在这种地方 直接就能看到这个鸭鲁江 就在鸭鲁江旁边 还能吃到鸭鲁江的野鱼 我在路上遇到这么多好的风景 其实我特别想飞无人机 但是这种地儿是没法飞无人机的 因为现在离边境很近 对面就是朝鲜 咱这边就是中国 所以在边境地区 这些小的无人机或者飞行器 都是禁止飞行的 这卖的有饭啊 吃的 有 好 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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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个冷面 这鸡蛋是吧 嗯 茶蛋 行 再两个茶一蛋吧 嗯 好 这是不是只有冷面 嗯 行 行 这鸡蛋 我看路上都在包呢 嗯 从上午的10点出发 下午的2点啊 到现在没吃饭呢 到现在没吃饭呢 我也没 我带吃的屋子不多 我就想着在路上吃点 路边哥做冷面的 朝鲜冷面门 吃个冷面再走 我现在在葱林里边走 331国道 路上的村子很多 住的人住户的也很多 但是饭店不多 能吃饭的地方不多 正好路边有一个做这个烤冷面 不是烤冷面 冷面 两个 两个 好的 看凉嗖嗖的 山上的山泉 真凉真凉 泡白菜 哇呀 量真大呀 这么大一碗 这么大一碗 吃不完了 吃不完了 量太大了 这是烤白菜 没吃 两个鸡蛋 吃不完 多少钱了吧 两个鸡蛋 一碗面 对 这没有什么的呗 啊 这没有什么的呗 没了 13 我终于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面为什么叫做冷面了 因为我现在吃完大概有10分钟了 我到现在我的肚子还是凉哇哇的 那个面非常的凉 那叫冷面 因为我自驾磨驴的话出来 就是如果你做饭的话会很不方便 尽量在路边如果有经济实惠的 那就选择在路边吃一点 像这种地方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一碗冷面两个鸡蛋 还有排酸白菜 13块钱 哎呦去那个车东西掉了 哈哈哈哈橘子 橘子掉完了 橘子掉了橘子掉了 剪橘子 快快快剃橘子 刚有个工具车过来橘子掉了 掉了一地 登登登登登登就跑了 应该是送蔬菜的 快快快快 来车了来车了来车 快快快 我的速度都放这么快 这边还有橘子 这边还有橘子 两边掉的橘子 吃橘子吃橘子 我眼看着那辆车 它上面有一框 有一框 蹲蹲蹲蹲跌下来 跌下来了 这有几个要二三十个吧 这怎么办 刚刚有个工具车 应该是给镇上送蔬菜的 在前面可能是这条路 它走得太快 跌了一下 上面那框的那些 这些有点 可能有点满的 这个橘子 咚咚咚就掉下来了 我先把它捡起来吧 捡起来 我放哪啊 我给它送过去 看能不能追上 我没地放呀 我的包里面 箱子里面都是满的 这么多橘子 放不下 咦 烂了 烂了就不要了 放不下了 放不下了 这放不下了 好就这样就这样 我往前赶一赶 看看能不能追上那个 那个人 能追上的话就可以 追不上的话 他怎么处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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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不上了 这附近都是村 那边是朝鲜 这边是村子 要不就是去拐到村子里边了 要不就是去拐到村子里边了 真的七八公里了 没找到 我不能拿着这个橘子呀 这橘子我拿着 我也不吃 这边这个大爷 叫橘子吗 你来来 不要橘子 我有橘子 不要橘子 不要钱 不要钱 给 给你了 不要钱给你了 车是吗 路上车掉下来的 我捡得到了 都给你了 行行行行行 行 行 你家里不吃呢 你吃吧 没事 好 都是好的 好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抽烟吗 抽烟不抽 哪有钱 没钱 给这盐送你 还有钱 行行行行 都给你吧 我 我也放不下了 好了 好了 没了 好 慢点 慢点 咋又掉了 哈哈哈哈 开车瓦子 怎么回事 嗯 吃橘子吗 橘子 我在路上有个车掉了 我把它捡起来了 我放不下了 给 那牛肉吃吧 哎 来 来吧 我不要不要 快牛肉吃吧 拿吧拿吧 我放不下 我这包里放的有东西 给吗 给吗都是干净的 橘子 放这儿 放这儿你们都吃 来吧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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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了 给你拿完拿完 好了 我留一个瞎子 嘿嘿 好 没事 你出来旅游的 对 就在路上 那个水果车掉了一个 哈哈 我把他捡了 再见啊 好 好 谢谢